哈喽 大家好 我是韭菜玩机的阿九 那我们现在准备从木兰园出发 带大家去安吉报复的一个公园去玩一下 为什么要带大家去一个公园 因为那个地方有很多很有特色的东西 到那里再揭晓 好 阿九又要卖关子 卖关子了是吧 对 然后从民宿走过去大概15分钟就到了吧 不用这么久吧 不用这么久 昨天晚上我们不走过了吗 对 看这边都是菜地 木兰园是在这条小路的尽头 其实他们已经在这个村子的最里面了 是的 沿这个农田的里面就是我们昨天住的民宿 木兰园 然后这个可以沿着田梗就走过去就好了 超级近 这样的话到公园大概真的只要5分钟就好了 对 我们已经到了 当时走过去 登登登登登登登坦克 这是九九式主战坦克 虽然是个模型 但上面好多东西都是能动的 真的 我们去看一下 卖沟 好了 男生应该会很喜欢 哇,大炮发射 我们看一下坦克的顶上 哇,这个是机关枪吗 对,你可以到机枪位上去 机枪位 看一下 哇,好酷啊 哇,这个地方有一个圆孔人可以出来 操控这个机枪 但这个它不能做起来是不能打开地 哦,这个可以打开 但是它里面这里是铁板 哇,这里还有个大炮 这是594 130毫米加农炮 它只有一个炮桶 对 哇,好大哦 哇,最大射程能到增加到38千米 对啊 这是火炮 你看这些都是可以 有一些零件都是可以动的 看这个是弹药夹吧 怎么可能 弹药会这么小呢 嗯,就机关枪的呀 好,机关枪是坦克 那这个是装什么的呢 这个,是不是这里,哪里一按它就 啾 哇,是不是这个 对 你可以转到炮管里去 咻,你就出去了 又不是动画片 然后这样就咻 飞出去了 动画片里的人都是这样子 这里可以是装弹霞吧 装弹药 嗯 装弹药 的弹药筒 对啊 可以看到外面哦 大家看一下 哇,好小的一个白点 对 哇,那里还有一个 可以 知道了吧 那个才是 重头戏 重头戏 这个公园呢 唯一就缺了一个海上的军舰 知道吧 哦 那个路 海 路空 都齐了 嗯 再放一艘军舰就好了 是的 哇,大家看这个壮观吧 哇 代号威龙 北约代号FIREFUN 火牙 是 中国工业成都飞机 歼20 工业集团 哦,难怪它的英文叫成都J-20 冻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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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飞机的这下模型的做的没有坦克跟火炮 好 那么好 但它 好在它大 这 你看这儿还有 八一的那个字样在这个飞机上 嗯 我觉得可能是飞机一个它本身机身也没有说很多零件暴露出来 对 你要但是你要造出它那个形状其实是很难的 嗯 对吧 哦 哦,怎么跟那个鸟一样 可以动 哇 快 这个 有一点点感觉 这个是喷 推进器 对 不错不错 很酷 但整个远看还是比较酷的 对 远看还是很正看 但近看细节可能就会比较少一点 嗯 哇 这是它的挂弹仓 这个是吗 对啊 想要现在是打开了 那里面是弹仓 军事公园我们花了十来分钟就逛完了 然后这里有三大舰 一个是坦克 一个是火炮 然后还有个是飞机 嗯 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因为离我们住的民宿也特别近嘛 你吃完晚饭来这边就是闲逛一下 就很不错 然后而且这三样东西真的 嗯 虽然说还有一些小粗糙 但是 我觉得已经做的已经算很好了 对 然后小孩小朋友应该会非常喜欢 小朋友应该爬上爬下 我觉得 非常喜欢这万圆 而且会觉得很新奇 嗯 然后如果你是晚上过来还能加入就是报福村阿姨们的广场物 哈哈 我建议还是早上来吧 哈哈 早上来比较安静 早上或者傍晚的时候 对 就是会蛮好的 嗯 而且我觉得 呃 这三大店不是都是跟军事有关的吗 这个地方其实也是一个国防教育的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可以跟小朋友讲一下就是我们国家研发的这些武器设备 对 对不对 嗯 肚子饿了没 有一点饿了 肚子饿了 我们回民宿吃饭 Let's go 老板娘已经给我们备了一大桌菜喽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转发关注韭菜玩具 阿九先去吃饭 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坚子